我说过 我 谁抓住李兆红 我重重有伤 拿着 老大 没 没见过多钱 我 瞧你那点出息 给我枉死了大 长官 说不说 王三虎究竟在哪儿 是 杏州的 挺好 你打孤奶奶一鞭子 孤奶奶就要你们家一条人命 你还真是匪心不改啊 都到这不天地了 还这么随意 怎么 怎么 你那神通广大的大哥 王三虎 怎么没来救你啊 他要是不来 可就便宜兄弟我了 你 狗东西 我大哥的人马飞天蹲地无所不在 你敢动孤奶奶一根手指头 我就杀你全家 你 打 给我碎打 去吧 去坐 去坐 差不多了 再打就把不行了 这个臭病子 他抢我们家银票 烧我们家药材 惊吓我老爹踏倒人家 这笔子 我今天得好好跟你算算 回去转告你那个老官三仰子 我本来没想要他的命 但是现在 怕是他有命睡觉 没命起床 这就是肥手医伤口 这就是肥手医伤口 周医生 这个人不能再用血了 阁下 给他找一个最好的医生 是 这就是肥手医伤口 他是个好东西 可以排除大用场 不能就让死在你这里 我明白了 阁下是想 用他做诱饵 从现在开始 这件事情高度保密 当一切安排妥当后 再发布公告 引诱王三胡落 我 如果他们和新四军 还有一腿的话 那就再好不过了 好好照顾他 来 两口子买大鱼 别为此没想 三爷 先还这么多 二嫂 来呀 你之前来我们家的时候 你说你娘 是被土匪绑上山的 怎么了 我怎么能 找到土匪呀 您找土匪干什么呀 你告诉我 咱们两清了 好 好 我会见识 哦 咱们三胡落 你好 我有一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到了晚上就陷了原刑了 就是马的饲养员 所以说呀 别人高看我们 但是我们呢 自己得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要谦虚 要谨慎 同志们 我们的口号是 陈匹琴 上马 落 下马 呼 马蹄升起 驰骋无敌 坐 看样子 同志们记得都很清楚 那么 大家都谈一谈 我们的队伍里有什么不正之风 大家大胆发言 报告 我对赵大齐同志有意见 赵大齐同志自从进了我们骑兵团以后 无足制无规律 不服从命令 浑身出满了个人英雄主义 骄傲自满 唯我都尊 你放屁 赵大齐 赵大齐 同志们对你提议起 那是爱护你 坐下 不过 我对赵大齐也有意见 在战事里认老乡 拉帮结派自称大哥 闹得是乌烟瘴气 这跟我们新四军的宗旨是相违背的吗 你放屁 对啊 在后群支队赵大齐就是爷 谁敢反驳他 我们为马 刷马 有一点不合赵大齐的意见 他就责怪人 他们还从火防偷玉米 我亲眼看到的 你 他还让大猫和阿根叫他少爷 还让我们叫他少爷 正是在人民军队里 搞特殊话的 他也怎么说我们少爷啊 我们怎么搞特殊话了 你们这边不容易注意的 不说啊 啥 搞什么啊 打架 听说的 赵大齐 不说啊 向打架啊 注意快点几率 赵大齐 回来坐下 做什么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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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不干了 你给我站住 少爷 少爷 少爷啊 少爷 你真不像话 报 走 进来 走 走 来 来 来 走 我不干了 不是 走 不是 冷静 冷什么静啊 起来 别 我不干了 张正伟 张大哥 我正式通知你 我不伺候了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有什么事你明着说 别老玩阴着行不行 你把话说明白 谁给你玩阴的了 怎么玩阴的了 你安排那么多人 在会上骂我是怎么回事啊 我有什么不对 你直接说啊 来这一套 我还告诉你 我不伺候了 你给我的官我也不当了 我现在就走 说完了吗 说了啊 有意见明说 战士们明说了 你怎么不接受啊 我接受什么呀 赵大齐同志 整顿组织纪律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是师傅领导一再强调的 也是咱们骑兵团 现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战士们对谁有意见 就可以大胆提 不是针对某个人 那凭什么都找我麻烦啊 什么叫找你麻烦 说实话 我没想到战士们 对你这么大的意见 你扪心自问 战士们说的是事实吗 既然是事实 那战士们说的就没错 你驯马 羊马 那水平确实是高 说到爱护战马 整个骑兵团 谁也比不上你 那你说说 为什么战士 对你的意见那么大呀 我哪知道 贪不服气 赵大齐同志 你现在已经是一名 新四军的战士了 要时刻以革命军人的标准 要求自己 去掉身上的江湖习气 要有一定的政治觉悟 不要一天总想着 任老乡拉帮结派 我们革命队伍就没有老大 都是战友 要说大 党的领导最大 战士们要无条件地服从 至于对战友们蛮横无虑 骄傲自满 这也是事实吧 赵大齐 我问你 你的眼里除了你自己 还有别人吗 你一肚子墨水 我也说不过你 那你还要怎么着啊 我就想告诉你 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干了 官我也不当了 我回去了我 不是 上 不是 上个人 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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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别生气 也算了 别让我说不干了 咱仨都不干了 对 咱不伺候他了 这是你们说的啊 好 我们说吧 过来 过来过来 咱们三个人一去走 动静实在太大了 知道吧 上来说的对啊 阿根 你留下段号 我跟您走 什么你这反应 怎么那么不害什么的 我留下段号你先走 这这这 我目标大那样 他逮着不不好吗 行了 别说了 这样的 你们呢 先想个爸爸 把大金花给我牵出来 啊 然后风筝就说 我被关进闭了 等他们反应过门来 我早就惊了我 不是 少爷 那我们 我们怎么办 你们俩留下来啊 嗯 不是 你们先留下来 等我寻不好地儿 再回来接点 你妈妈不得回来啊 少爷 哎呀 看一会儿 您放心去吧 他要是关我们的禁闭 让他关 我们还清静点 不顺恋了 搞意思 必须走 走 您妈来 赵大祈 关你禁闭 怎么回事 就是呀 有能不能跟团长说话呢 可不啊 该气成什么眼儿了 在家你是少爷 在这儿咱是同志 在家你是我大哥 在这儿你这儿少兵啊你 就是 怎么说话呢 就是 关他禁闭 就不让夫人 小白龙 你也怎么在这儿啊 小白龙 你主人哪 你主人有难了 你主人有难了 好 我跟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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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快 快 上班楼 报告 政委 那个赵大琪跑了 让他在外面 静一静也好 野马在咱们这儿关久了 有字舍不出来憋屈 我相信 他会想明白的 不用管 随他去吧 你下去 你去吧 大哥 大哥 虎啸寨怎么走 虎啸寨 哦 虎啸寨 不知道不知道 大哥 虎啸寨怎么走 知道 别问我 虎啸寨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吃点 快 赶紧走 快 快 那小子疯了 满大街 虎啸寨 虎啸寨的 找死啊 您是 王大当家的 说 找我什么事 你要是说错一句 我现在就把那舌头拉下来 一掌红被抓了 被关的警察就在大牢里 是 你说什么 一掌红被抓了 大当家的 来人呢 冲去阿武 大伙 你小子是不是给我使上 我如果使上 我就不是个人 大当家的 小心点 没错 你叫什么 石头的石 一二来二锁量的锁物 叫十二锁 好 十二锁 按照你说的 我要是把我妹妹救回来 我山上的黄金你随便拿 你要是敢照我 我山上的全家 我全家就我一个人 大家吧 我在这儿当人质 这要是个骗局 我死着 把他扶下来 是条汉子 我要是救回我妹妹 我和你结外成兄弟 来人啊 好事好事 给我看住了 是 走 走 鸡座 黄军不是说了 不让刑讯吗 都欺负到老子头上了 黄军说不让他死 但我得让他痛 你自己把握好分寸 是 能不能麻利点啊 你姑奶奶 我活生一样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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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儿子 你儿子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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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水 局长 你继续给我处理线玩 放下来 妹子 妹子 你没事吧 哥带你回去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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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你快走 你快走 妹子 我应该把你活着带回去 快走 喂 快走啊 外边的人已经被我解决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快啊 快 快走 大佐 了 三族的一米 脱国 服务 这么快 能不能动 快 直到全门封锁 是 对 身手不错 兄弟 露个阵容吧 是你啊 赵大棋 今儿又不是小白龙 通风报信 我还救不了你呢 好 真没白疼他 怎么着 你们认识啊 他是 他是我买马时候认识的 大哥 你怎么认识他的 就他 我这 上回没他 我这在里边关子出不来 大哥 上次在监狱外边 我可自报门号了 我叫赵大棋 敢问哥哥尊姓大名啊 王三虎 你就是王三虎啊 是金是金 那他就是一帐红了 一帐红怎么这么一点啊 除了一帐红 还有谁会给你花五百块钱买吗 一帐红姑娘 五百块钱买他值了 救了你的命 兄弟 你救了我两次了 说明咱们有缘哪 怎么着 不行 跟大哥上个山 或者是喜欢什么 张口 大哥 多谢了 我就不去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告辞了 这小子我挺喜欢的 这小子是不错妹子 你没事吗 没事 走 咱回事 走 你没关系 币店子 一帐红郑 不叫我 秦夺 秦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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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还真就不知道你被抓起来 敢问石大哥是哪个山头的 我就是一长工 赵家铁掌铺的 那这个消息是 赵家大舅爷 白老三 那这个赵大齐 赵大齐 他是我们少掌柜的 白老三是他舅舅 该为二位 是怎么知道赵大齐的 不说这个 兄弟 我这个人说话向来算数 你要是留下 八百就结拜兄弟 如果你不想留下 大唐家子 我必须回去 好 来人 是 兄弟 你要是走我也不强留 这条黄鱼 一点心意 那大家子 我不要钱 不要钱 你想要什么 只要我能办到 开口 我想让您欠我一个人强 我从来都不欠人家人强 小庭俊 我喜欢 我喜欢他 但是大哥 嗯 我总得的外 他跟赵大齐不对 你怎么知道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了 咱们俩亲赵大齐的人情怎么还 你说怎么还 你给我十根金条呗 十根 十根 怎么那么多呀 他救了咱们俩的命 十根金条 我 我大哥你就给用十根金条 给给给给给 谁 笑什么呀 我笑什么 我妹 一丈红 什么时候因为别人 跟大哥这样吗 哎呀我是看出来的 嗯 这个赵大齐在你心里 可不止这十根金条吧 十根 你怎么在呀 你怎么在呀 来呀 被十条黄鱼 给我妹拿着 好嘞 所以你就这么回来了 对啊 对啊 他们那儿不需要我 我还赖在那儿干嘛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呢 为了逼货 还要逼你 赵大齐我问你 你觉得你自己勇敢吗 我觉得我挺勇敢的 又会驯马 又能杀小鬼子 你说呢 你这是小勇 真正有大勇的人 族然灵之而不惊 无故加之而不怒 别说是被战友们批评几句 就算是被所有人误解 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信念 更别说一辈质疑 就愤怒逃避离开 大齐我问你 你爱马吗 你喜欢照顾马吗 当然 那么我觉得比马温适合你 眼下抗日行事那么严峻 每一个有良知的 每一个有信仰的中国人 都不会考虑自己的得失 那么 哪怕只是出了一点力 都会被识人记住的 你知道吗 你现在逃避的 是有的人一生追求而不可得的 做英雄 没有那么简单吧 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就和我 跟你一样 是想得太简单了 我们还会再见面吗 会的 好 保重 等等 就算了 进个军令 来 来 来 二嫂 我等你半天了 我还以为土匪拉你入伙了呢 三爷 咱们不是说好两清了吗 不是说两清 正事你办好了没有 办好了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呀 不过啊 咱们一马说一马 那人的主意你可就别打了 这是为你好 这件事我都没有 是那人的主意 是什么 是那点 是 是 是 在这边 我 拒绝了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正好 Esyorum S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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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是要打马掌还是陪马鞍 赵大琪在吗 她 她出去跑货了 您是 你是谁啊 我是她妹妹 妹妹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呢 我 我是她生好的 我 妹妹 鬼才姓什么妹妹 长那么漂亮 一看就不是生不好女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好 多老是 看 札拉琪 这位姑娘 你是喊我吗 就说你 红档家的 你叫我一张红就行 红姐 你怎么看出来我比你大了呀 那我红妹妹 你喜欢就行 那个 你伤还没好利索就出来了 不好吧 要你一管 你还喝不喝了 喝喝喝 那个 红妹妹 你这半道劫住我 不是为了光喝酒吧 当然不是 我是专程下来 感激你对我们的救命之恩的 没事 小事一桩别放在心上 你要说这是小事 那要不就是看不起你自己 要不然就是看不起我们兄妹二人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不是人江湖规矩说的好吗 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是应该的 朋友 我们素不相识 你就为我们两肋插刀 这我们要不感激 我们小妹二人可在江湖上怎么混啊 别放在心上 来 打开 金条 嗯 这么多啊 哎呀这 这这这这不能说 你 你嫌少啊 不是嫌少 你你太多了 我们马掌铺一年都挣不了这么多 那就是嫌我们钱不干净呗 哎呀不是 是 你要是不要的话我就把它扔回去了 哎别别别别别 哎红妹妹 那么多的钱你扔了也不合适 是吧可惜了 反正你要是不要那就是十块石头 哎呀不是我不想要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是参加了一个抗日的队伍 哎 新四军 专门打鬼子的 这新四军的规矩太多了 像什么 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这搞得我天天耳朵里都起脚子了 哦 这啊 哎哎那你这样说 我还挺喜欢你那个什么新四军的 哎就当送你们的啦 哎虽然我们土匪路子也 但是我们也是积极抗日的 是但是这还是太多了 不合适 哎 你要是不收下 那我只能拿他大水漂了 哎哎 别呀 那我免为其难啊 收下了谢谢 不用谢 我在闲着没事打几个无良富商 就都转回来了 是 哎大七哥 哎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再能混得不好 你就来我们寨子里 好 哎 哎 大七哥你看啊 你看我这个曲子好看吗 啊 我特意卖的 你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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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